其實是總裁我父親 等於是證明是他自己寫的 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 2016年過世 前一年立下遺囑 指定由二房獨子張國偉 單獨繼承140億遺產 最高法院8月判決 張榮發遺註有效 柯立青代警權等 四位遺囑執行人 他們待於行駛 先生會針對張國偉先生 在EIS擔任負責人 這些期間 所將公司賣出的資產 去做追討的可能性很高 那長海運的股東 可能也會因為這樣受損 畢竟這是高達數百億交易 無論返還或中間損失 都是相當巨額 股東們跳出來 提出刑事訴訟 捍衛自己股東權益 當然希望主管機關 跟這個司法機關 能夠就實際上 這個遺囑的執行的部分 盡速的確定 另外也能夠 就這個張華先生 他可能在過去 因為為了個人 這個家產的私益 所做的種種事蹟 這個能夠停止 才剛結束八年遺產產送 張國偉奪回巴拿馬 常融國際權利 但是是否成為一個空殼 資產又是多少 恐怕都還是未知數 三題幾文章本羅佩玉台北採訪報導